每一個辦公室裡 一定有一個永遠都在減肥的同事 首先 他會是這個樣子的 欸 小飛 要不要吃鹹酥雞 不要 減肥不能吃炸的 要不要吃巧克力 不要 我熱量太高了 那你要不要喝水 不行 我連喝水也會胖 嘴巴上說著減肥 卻常常看到他又在吃 不是說在減肥嗎 怎麼沒有吃炸的 午餐多吃一點 下午才不會亂吃東西啊 剛剛不是說下午不吃嗎 這是晚餐啦 唉 睡起來吃碗泡麵真的太爽了 還有這種睜眼說瞎話 就為了喝飲料的 欸 你不是說喝飲料嗎 為什麼喝飲料 哎呀 早餐喝大冰奶 等下喝完全部拉出來 就不會胖啦 蛤 你飲料怎麼喝全糖 哎呦 我這是蜂蜜啊 很健康 而且店員說這個不會很甜 不是說好好借飲料嗎 怎麼又再喝 我已經兩天沒喝了耶 而且 說好的運動呢 欸 今天一起去跑步啊 不要啦 我今天上班好累喔 改天啦 欸 阿寬 你不是說要約跑步嗎 約幾點 我要一起去 啊 我忘記已經跟陪兒有約了啦 不好意思 下次啦 欸 阿寬 你說要去運動看 你到現在也沒運動過 你到底什麼時候要運動啊 唉呦 等我買網路跑鞋再約啊 沒有鞋 我要怎麼跑 難怪你 永遠都在減肥 你個死胖子啊 訂閱頻道還不夠 記得點擊小鈴鐺 就可以搶先看最新影片喔